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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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ce Ball 看一下洗衣房 洗衣房已經是有個洗衣機的 再加上這邊有個乾衣機的位置 這邊都多櫃劑的 除了我們現在右上角這個 是個熱水爐之外 其他全部都是櫃 這邊也可以出回到花園那裏 門後面有個熱水爐的 還有上面也有個抽氣線 看完樓下之後我們就上去樓上了 樓上這個位置有個窗的 都幾好 可以透光和可以透氣 讓整間屋的中間這個位 光亮和通風很多 這個四房單位 四間都可以說是雙人房來的 我們先由這個的主人房開始看起 主人房呢正正看到 我們的右手邊就是個安雪 外面也有兩邊窗的 這個的示範單位 已經是做了一個有鏡的入場櫃 當然可以擺到章的KING SIZE的蟲 兩邊還有不少位置剩的 這裏就是看回內街景 那 那有兩邊窗就更加透風了 以及也都更加光了 因為這邊已經做了個大的入場櫃 那所以這邊也都是做回書桌的位置 而這個安雪呢 有個闊身的旗桿 旗桿這邊就當然是做了全磚的了 有窗的 也都有抽力線和浪毛巾架 這邊做了半磚 這個也是一個升級 就是這個地板 地下就當然是地板 房 主要的位置就是會鋪地毯 那其實樓上全部的地下除了 全部地板除了兩個浴室之外都是鋪地毯的 上來之後這個位置也算是幾闊 感覺不會很局促 那這個主人房的隔壁呢就是一間的大的西人房 已經是做了一個的入場衣櫃的 那窗也都不算叫太小 那當然就是可以放到一張大的king size的床 那這邊還有一個櫃 或者書桌的位置 那邊也有一個可以放在書櫃的 而他的隔壁也都是另一間的雙人房 那這間就比剛才那間就稍微小一點 進來之後門口的左手邊有一個的衣櫃的位置 那都剛好做一個入場衣櫃 這張king size的床 那床尾也都有位置可以放在書櫃的 這個位置就是看回內圓景 跟對面的屋不算叫做很近 而這間房的隔壁呢 那就是個Farm的包庫 那這邊做了半磚 有窗的 還有這邊有個大的企光 一個高身的浪毛巾架 抽熱線就是這邊 這邊做了半磚的位置也都upgrade來的 還有一點窗台的位置可以放在書櫃的位置 那這個星盤就比較大了 這邊就是鋪回地板 那這個都不錯的這個因為很多時候這一種的 將企光和浴缸分開這種的單位 企光都比較小一點 那這個是比較大的那種 還有大得來呢 它又不是叫做浪費空間 這個都 很寬敞得來是挺實用的 而到最後呢就看完這一間房 那這間房它現在就做一張 擺單人床 那其實 是夠位擺一張雙人床的 那這個窗戶 那這個窗戶比例上都不算叫做小啦 那如果擺單人床的話呢這邊就可以擺個大的衣櫃 那就算這邊是擺個衣櫃這樣擺啦 這邊呢其實都可以夠位擺一張雙人床的 那擺單人床的話呢 那可能就比較鬆動一點啦好像是那樣 那這個亦都是看回內圓點 那大家要留意呢其實我們這間房間和隔離 房間之間呢有個Storage的 那大半的位置呢已經是用來擺了個熱水光 而上樓上的Loft就是這裏啦 那整體來算啦那其實 全部房的Size都不錯的 那剛才大家都留意到啦下面有個車房啦 那車房上面呢 那就是這一間房啦 那有車房 那樓下車房那種單位的好處呢就是 樓上的房全部的Size都是會比較大些啦 那好在這個單位呢 這個屋形的 那他的廳和廚房也都不是小的 好那現在看完了這一個鏡子 示範單位 年二樓啦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也都快點跟我們聯絡啦 因為這種的單位呢 通常呢 都很多人去排隊等的 那他當他一放出來的時候呢 那就先會處理了排隊 那個人龍先啦 那所以我們都要 幫大家排定隊 看完入面之後呢 我們就看看 那個花園是怎樣啦 那麼我們現在就出回去 街屋的外面先 那麼這個單位的放售價是 579995 那麼出來之後呢就跟大家看一下前院啦 那麼門口也都有個去水位的 那麼這個車房呢 那麼我們就沒有鎖匙開不了 那麼裡面 都會是一些磚來的啦 那麼也都會有 電鍵的 還有燈啦 這兩個黑色的呢 一個是電錶 一個是煤氣錶 那麼進來之後呢 穿過這條的 Side Access 那麼我們就可以去到 那個花園 那麼那個花園呢 就看上去有多少的暗斜斜下去的 即是家屋的位置比較高一點啦 那麼不算叫太斜啦 這邊也有個水龍頭位的 那麼屋前面有兩排的磚啦 那麼我們現在走下去 整個單位最低個位啦 那麼看回家屋 那麼都沒有什麼明顯的問題啦 那麼這個單位啦 那麼是 都有不少的屋 是圍住啊 那麼所以如果 大家是 想要多些的安全感的話啦 那麼這個單位其實不錯的 那麼有些朋友可能喜歡一些比較開陽一點呀 那麼有些朋友可能喜歡比較 附近有些人氣呀 那麼這個單位就有人氣啦 外面也都有一些燈在那裡的 已經弄好了的啦 那麼那個花園的Side不差啦 那麼可以看回這邊也都有一隻窗啦 剛才就提過這個單位的價錢是579995 差不多580K啦 那麼傢伙呢 那麼我們現在還跟發展商是在談 會不會包賣的 那麼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都可以跟我們查詢 那麼我們可以給 最 第一手的資料大家啦 那麼以我們所知呢 那麼這個單位已經有 有local的賣家是 表示有興趣啦 那麼但是還沒有決定 是買還是不買的 那麼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都快點跟我們聯絡啦 那麼除了這個單位之外呢 那麼David Wilson Home只是剩下大概兩個單位啦 那麼不等於 Wobendance是完全賣光的 因為Barris那邊將會有新的一期會推出 另外如果大家想買二手樓的話 我們在Milton Kings有一間三房半獨立屋 是放了出來的 有它自己一個private的driveway 單位是有超過900呎 有很多陽光可以進去的 我們下一個影片會介紹這個單位 這個時候都可以做一些宣傳 在接下來2024年的6月8日 在一個近住劍橋的地方會有一個展銷會 是中午的12點至下午5點 大家想來的話也歡迎預約 我們就可以和大家一起去看show home 另外最重要的是我們現在在發展商裡 拿了一個展銷會的獨家優惠 如果大家想要一個兩房的示範單位的話 在MK11 Fairfield 有一個兩房的apartment示範單位 因為通常apartment都是沒有窗的 這個洗手間入面 是一個浪摩經架 亦都做了半磚的 這個單位只有一個洗澡房 所以亦都有花灑 還有做了全磚的個位 有一個開放式的廚房 就是一個泊車位 這個位置也是非常近一間新的tesco 之後我們就來到同一個屋苑 也叫做Fairfield的屋苑 是另一個位置 這邊就是在賣 Apartment的位置 大家看到這條路 暫時封住了 在兩邊各自有apartment 我們先由我們左手邊開始看起 左手邊高這一座 加起來有六個單位 在他的左手邊 有一間coach house 當這個地盤完工的時候 這條路亦都會開通 可以行車亦都會有巴士經過 說回這一棟的六個apartment單位 現在賣了三個 只剩下地下兩個單位 和一樓一個比較細小小的量房單位 隔離這一棟 發展商打算是整棟賣給一個投資者 連隔離間coach house 放售價是1.9m 有些價可以談的 隔離也有一間二手全新的單位 是會放售 我們也是在業主裡拿回來的 一個1700呎的四房單位 之前是一個示範單位 沒有人住過的 大家有興趣的話 歡迎跟我們隨時聯絡 接著我們去到 這個地盤的另一邊 大家見到一個巴士站已經起好座出來 等這條路是通回 就可以通車了 各個角度可以看這兩棟的apartment 都是在一個住宅區裡 如果要去剛才的位置 去Tesco的話 在這邊走下去 轉右就到了 走大約三至五分鐘左右 小的量房單位就由255K起 大的量房單位由265K起 但大家如果都是想 喜歡住一些房子 或者是一些大一點的單位 那我在同一個 的outstanding中學的catchman 裡面有另一個屋邨可以選擇 就是這個叫做White House Park的 Crest Nicholson的屋苑 兩房就大約370K起 三房是395K起 四房就由490K起 動多一個大的遊樂場 不過呢 這個屋苑 今期間的貨剩下 都只有幾間 那現在David Wilson Holmes 和Barritz 現在放賣有四個屋苑 包括了今天介紹的Fairfields 這裡 遠一點的 MK17的Wubendance 和Eagles Rest 也有Brooklands的屋苑 在MK10那邊 那我們只有這四個屋苑 也有十幾條片 那另外呢 還有一段片是介紹一間的 那除了White House Park之外 我們在MK裡面代理的屋苑 包括了Eagles Rest 啦 那在MK17裡面 那這個屋苑 也有一間的新的小學 和也都是很近一間的新的中學 那屋苑裡面也都有巴士站 還有 將會有一間新的Saint's Breeze 這間屋苑 這間屋苑剩下最後十幾個單位 包括了最後兩間的三房 那可以說又賣襯手啦 那另一個屋苑叫做Brooklands 那也都可以說在MK裡面 最受香港人歡迎的屋苑 那現在只剩下的單位 不是太多的 那一個十年計劃都差不多了 那現在Brooklands的 那是David Rosalton 就剩下的七個單位 那現在Brooklands推出的單位 也都很近這間的中學 那走過來的話 都是幾分鐘就到了 那學校轉出來之後 繼續向前走呢 那大家就會很快會見到 這裏那些超市的位置的啦 那見到前面黃色圓圈那個位呢 那已經是這裏啦 那在我們現在的左手邊 是一間的診所啦 NHS的診所 那所以在正這一個位置呢 那已經是有了診所呀 那下面有藥房呀 那前面有一間大的超市呀 那正在這裏呢 那正正在這裏對面啦 這個叫Health Center 那中學都在正正前面見到啦 那非常之近的 那所以那個配到是非常之好啦 那這裏附近也都有間小學啦 那這間小學也是一間 Outstanding小學來的 那我們一到繼續向前走啦 那其實很快就會見到 有個巴士站 那巴士是來往回 Milton Kings的市中心啦 那還有我剛才我們後面所提過的 Amazon那個的倉庫啦 那在超市的斜對面呢 也都有個小的shopping center啦 那有兩間的外賣檔 也都有一間Saintbury的超市 那也都有些非法店啊 那所以整個的配套呢 是很完善的這個位置 那就是前面這些的單層巴士啦 那正正在這裏的斜對面就是啦 就和大家來到MK市中心啦 那這裏的火車呢 最快半個小時左右 就可以去到倫敦市中心啦 那我們一邊開車一邊和大家 介紹一下MK這個地方啦 那這個地方呢 有很多roundabouts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的回旋處啦 那為什麼有這麼多的roundabouts呢 那其實要追溯一下 為什麼MK這個地方會建立起來呢 那其實可以由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講起啦 那那時候呢 因為打仗的關係 也都炸了不少的地方 那當時有很嚴重的房屋短缺的 尤其是倫敦那裏啦 那所以英國政府呢 都在倫敦附近 大概五十個貓左右啊 那這種地方的位置啦 那建立一些新的市鎮出來 那當時第一期呢 那會包括了 譬如說Steven H Crawley Hammel Hempstead Halo Werling Garden City Hartfield 巴塞頓 Bragno Corpheed 這些地方 那比較多都在倫敦以北的 那當然有些在倫敦的以東啦 那和南邊都有的 那但是坦白說 這裡剛才所講過這麼多的地方呢 我會認為 Werling Garden City 還有Bragno是比較好之外 那其他都是 那其他都是 一般的 那當時就是1946年 47年 那時候 那那 那 那 第二期呢 應該第三期呢 第三期呢 那第三期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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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在它的旁邊的停車場 有幾大呢?我們一邊開車一邊跟大家說 我們現在可以說是這裡的最 大約是最藍的位置 我們一直看到的 右手邊的玻璃那些位置 全部都是店舖 這個是一個Center MK的位置 其實除了這個地方之外 其實MK裏面都有好幾個其他的商場 尤其是在一些小區裏面 都有當地的Local Retail Park 譬如MK4 亦都有大的Morrisons 附近亦都有Audi 亦都有其他的店 去到每一個區都有 剛才都提過了 在MK10那裏 亦都有一個Kingston的Center 在那附近 那裏面有Costco 裏面有大的Tesco的超市 那我們現在其實開車 就是開了一半左右 那這個地方呢 其實都是預了在MK一個小時之內 那些附近居民會過來購物 例如包括了Kingbridge Oxford 這些附近地區 那些附近地區 那好了 泡好車之後 現在和大家進來的商場 看看吧 那其實都頂大頂好走的 那裏面有大概200間店舖 左右 那以倫敦以外來計 這個也可以說其中一個最大的商場 那其實好像MK這麼現代化的地方 其實在英國來計 都比較少有的 那也都因為這個地方比較現代化 所以未必個個都喜歡的 那尤其是英國人的話 或者喜歡一些比較歷史氣味濃郁的地方 那這裏附近有什麼選擇呢 譬如是Layton Buzzer 又或者是Buckingham 那這些地方呢 那也都是 就是有些特色多一點 那這次和大家介紹這個四房現樓 就到這裏為止了 那如果大家喜歡這段影片的話 歡迎大家去comment like 和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如果大家想透過我們這裏租樓 賣樓裝修 甚至乎賣樓呢 也都歡迎隨時找我們的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